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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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我是分哥本期的军魔天堂视频给大家带来一款由 JCWINCE公司最新推出的一笔72美国空军F15C战斗机的核心成本模型 这是一款纪念涂装 是为了纪念1977年第493战斗机中队驻扎欧洲到去年2022年返回美国本土整整45周年的一款纪念涂装 我们打开它的分盖看一下 这是578这是模型的本体 那我们话不多说直接开合来看一看这一次的493中队45周年纪念涂装它的助攻到底如何 我们先把它的578插下来 它的峰会还是非常具有设计感的 编号是86172 F15基本的一个参数 保护的非常到位 它模型里面也是一个模拟的停机屏效果 非常好 包装盒就是 拆的时候这里 转一下 抽出来 非常棒的设计 这是它的限量抽层卡 我们看一下 F15C F15C 全球限量500架 我这架是第457架 它的坐舱盖进行了一个残绕的保护 防止在运输过程中进行一个损坏 室外的分还是非常大的 我们来看这款F15C的武器配置 它提供了三个附油箱 四枚的进气道下的中矩弹 两枚异下的双连挂架 其中两枚是中矩弹 两枚小尾蛇进矩弹 一枚飞行员 这是它的起头架和舱盖 JC的F15的模型应该说合金量是非常高的 缩杆非常沉 采用大量的合金键 包括它的 平尾 垂尾 都是合金的 它整体的开模 刻线应该说是非常的犀利 从集体表面上 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刻线是非常浅的 没有做渗线的处理 同时上面的锚钉的细节 也能够体现出来 非常细小的毛钉 这样的涂装效果处理 更加接近于我们的时机 真实感非常好 同时它的这种浅灰的泥彩过渡 也非常的自然 机身的一定细节 也是非常的丰富的 机头的整体外形应该说也是比较准确 座舱盖是塑料的 密闭还算是非常的严 但是感觉它的这部分的边缘有点茅草 座舱是整体开启 采用了这个 它的设计非常有特点 可以看到里面是一个滑动式的液压杆 防止液压杆的一个托出 实现了一个非常好的可动性 并且能够在任何角度给它停住 这点非常好 座舱的细节刻画也是可圈可点 非常丰富 比表盘 两侧的控制台 座椅的分色 非常到位 机背 减速版可以实现一个开启 我们仔细的看一下 它这边是提供了一个 彩绘 我仔细看了一下 它这里面的应该是 基础战技 它就是493战斗机中队 每一颗星就代表一个击落战机 心里面的文字非常小 看不清楚 应该是它的击落战机的型号 下面是击落的 是取得击落战机的一个战术编号 总共有 洗衣架 洗衣个战机 因为493中队它驻扎在欧洲 驻扎在英国 参与了大量的美国在欧洲的军事行动 包括在阿富汗 包括在利比亚 那解锁板我们打开来看一下 非常紧 用指甲去扣还不太好扣 可能要用工具 借力给它挑出来 五通管的细节 镂空的非常好 它是有内构的 垂尾非常漂亮的标志 方向舵 可动 有小缝隙 但还是可以接受的 显示了1977年到19到2022年之间45年时候F15英驻扎在欧洲它所采用的一些机型 你看 从F15ABCD它总共都有 到了2022年F15的C和D返回美国本土 驻扎在前后总共45年时间 另一侧 同样是一个死神收购者中队的一个标志 枯的头 这是F15的一个航炮 你来看它的进气道 发动机的叶片 细节都能看到 非常好 肌腹的细节 非常丰富的颗线 顺便提醒一下大家注意看 它这个 机头下方有两个天线 包括机背的一个天线 都是非常脆弱的 大家千万不要把它碰断了 包括 两边的辅助空手管 传感器这些都要小心点 不要把它碰断了 特别是两侧的这个 非常扎手 好不进去 塞不进去 非常紧 你看我这边 漆都刮掉了 还是塞不进去 那什么好办法吗 好玩力吗 虽然说是金属的支架 但是我也怕会被我给摁断 好了 终于紧了 终于紧了 好不容易不容易 所以说还是要大力出奇迹啊 用力擦 用力擦 就完了 前面还有一个盖板 也给它装上 OK OK OK好 来看 主体楼架 主体楼架就方便了 这么简单 对吧 这是两个盖板啊 给它这边侧面的先给它卡上 哎卡上 然后呢 这个啊 这个 卡到位 顺便这个 窗盖也给它夹紧了 另外一侧 可能是金属的啊 非常紧 轮着 可以转 比较灵活 这一个就 啊 好可以 好 主体安装好以后呢 就安装它的基附的四个挂点的中矩蛋 啊 这个挂子有什么讲究吗 有小伙伴知道吗 它的位置前后关系是什么样的吗 有吗 有说法吗 啊 应该就这样子吧 好 就这样 啊 位置可以调 这个位置怎么去考虑呢 它要怎么把握呢 你看到这里它是一个窗盖 对吗 窗盖肯定是要开 开闭的啊 开闭的 所以说你这个弹翼啊 轨翼要 过去一点啊 不要挡着它这个窗盖了 所以这样的位置就是比较合适的啊 同时它也没有超过前面的进行道 啊 我觉得是ok的 啊 后面问题就不大了 好 后面这样子啊 留一点间隙出来 这样差不多 嗯 差不多 好中间 基附中间是一个复油箱 这个啊 复油箱 卡的也是非常紧啊 提核的非常老 啊 腋下它只有一个挂点 腋下的挂架啊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讲究啊 清不清楚这个 禁锯弹是挂外侧还是挂内侧啊 我印象中的话应该是挂 内侧吧 那我们换这个啊 禁锯弹挂内侧 ok 嗯 挂下有这么紧吗 很紧哎 是不是我挂错了 是不是提示我挂错了 换一个 哎 这个就顺利很多 好吧 那就挂这个啊 我的妈 怎么老是掉啊 好 这里啊 是安装复油箱的 复油箱 没有所有区分 哎 为什么这个 这个洞给它堵上了呢 堵上我怎么装 它其实是 没有没有通啊 看看我用 直接插进去看能不能够 把它捅破 我们试一下 没问题没问题啊 非常重要的把它卡入了 安装的时候特别要小心啊 有情提示 它的垂尾的顶部的这根天线啊 虽然说是金属的 但是你也不要倒着直接放上去啊 因为会变形会弯的啊 所以还是要把它腾空啊 要 拿起来啊 不要贴着啊 是要一直给它抬着的 这都是经验啊 都是 教训 好 行 就这样 那这架F15的所有的武器配置 全部都挂好了 来看它的飞行员啊 这些飞行员 普遍 腿比较短 身材比较小 软胶的放进去卡紧 OK 加一下 好 我们来称一下正式的F15C 它的重量有多少 重量是达到了500 500多啥 哎呦 别跳 别跳 519啊 519克 先进点评 最新的这款F15C 493中队 驻扎欧洲45周年纪念涂装 应该说效果还是非常不错的 合金量非常准 外形比较准确 刻线非常的犀利 细节非常的丰富 同时呢 它的T差也非常好 可动性也非常强 武器的安装体验非常的舒服 起落架 真紧 应该说是真紧 并不是很松啊 只要你插到位 用力插 还是非常紧的 应该说没有什么大毛病 喜欢F15C的小伙伴呢 还是非常推荐 进行一个收藏的 好了本期的居目讲视频就到这边 喜欢小伙伴记得点赞关注 我们下期见 拜拜